400伏的系統要實現250千瓦 事實上它是有一些條件的 大家好我是Bob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我今天特別來這邊參加 Volvo全新世代的旗艦SUV產品 EX90的發表會 各位看我的表情好像有點精神不太好 沒錯因為現在如果是台北的時間的話 大概是早上凌晨的三點半 因為我這次的行程其實很短 大概從台北出發回到台北 大概只花90個小時 所以我大概也不太需要調整時差 那我們今天特別來看Volvo的EX90 這台車其實說起來 它應該算是XC90旗艦SUV的後繼車型 但是因為Volvo已經宣示 2030年要變成是一個全電動化的品牌 XC90的後繼車種 換了一個新的名字 稱為EX90 EX90可以聯想到就是一個電氣化 90代表它是一個旗艦的車型 我們今天終於在這裡看到了 這台車的實車 在產品的進展上面來講 我覺得有幾個面向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首先呢在整個硬體架構 它是一個全電氣化的產品 所以在內裝或者是在整個的Layout上面呢 都不會看到有內燃機引擎的遺址的痕跡 不會有傳動軸佔據的一些體積 可以在全電氣化的這個硬體設備上面 得到這樣的好處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軟體 我相信呢 全世界的車廠呢 都面臨到一個挑戰 就是整個越來越複雜的管理系統 尤其是你要發展出一個 具有前瞻性又有競爭力的 車上的作業系統 過去這段時間 可能大家會注意到說 Volkswagen呢 在整個電氣化推動的進程上面來講 被軟體這個開發所延宕 造成整個產品線的落後 所以可見呢 軟體的架構 其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項目 那Volvo呢 從前一陣子呢 它找入了Google的系統 一開始先解決了 資訊娛樂系統的開發的難題 它不用像B&W或Mercedes-Benz 它投入巨資去開發 iDrive系統或NPUX 它採用Google系統 就可以整合了Google各項的功能 但是呢 我們看到EX90這一次呢 Volvo跟Google有更深入的合作 尤其是我們今年6月呢 我們看到Apple的 WWDC 2022 其實有揭露出下個階段的 CarPlay 它接管了駕駛在車內的人機介面 也就是呢 CarPlay不再只是 著遠於資訊娛樂系統 而是包括連駕駛介面都接管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 CarPlay一個具體 完整的整合了車輛的 UI UX 也就是它某程度是另外一種 Apple Car的體現 但是我們卻在今天呢 看到了另外一個陣營的Google 不只是資訊娛樂系統 EX90連同呢 整個駕駛介面 跟Google的整個作業系統呢 高度的結合 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Volvo這個品牌 整個汽車業網 更智能的座倉去發展的一個軌跡 另外呢 EX90是一個全電動化的產品 那我們不免就會談到它的電氣性能 首先呢 它的電池是111度電 它的充電的效率呢 250千瓦 電池模組呢 102個串連 然後並連是兩個 那從這個串連的數字 102個 就很明顯知道 它不會是一個800伏系統 因為102個串連 基本上它的中心電壓 大概就是400伏 也就是說 在這個階段呢 Volvo還沒有進入800伏系統 那400伏的系統 要實現250千瓦 事實上它是有一些條件的 我們也在現場呢 跟現場的專家討論的結果是 如果你要去實現 250千瓦的充電的時候呢 事實上 現階段的充電設備呢 有可能會沒有辦法達到 但是呢 以Volvo的角度來講 它先把車輛的電氣性能 充電的功率先準備好 250千瓦 當接下來 下一個世代 可能會有更大電流的充電設備的時候 它車上已經可以容納這麼大的功率 所以原廠所揭露的數據是 這台車的最大的充電功率是 250千瓦 也就是它的電池呢 配置上面來講 它是一個高吸銳 所以它可以承載比較大的功率 進到這個車子的電池裡面去 從10% 充到80% 只要30分鐘 那111度電呢 對一個大型的豪華SUV來講呢 當然 它的續航里程可以到達 五六百公里 有一定的實用性 那各位可以發現呢 以目前市場上 德系的幾個 包括 iX 包括 Audi的E-Tron 現在 小改的時候改名叫 Q8E-Tron 而且電池也一下子升級到110度以上 那如果再把 Mercedes-Benz的 EQS家族算進去的話 110度電呢 好像是變成競組 高階電氣化SUV必要的一個電池的配置 那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Volvo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門票 來跟這些歐路上面的德系強權 一較高下 那另外呢 我覺得這一次 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亮點是 Volvo在整個 自動駕駛 或者是車輛安全的部分呢 它不偏費某種的感測技術 它不像Tesla獨尊的視覺演算 Volvo打算去整合雷達 CAMERA 跟LIDAR 也就是光達 那我特別講一下光達 光達的感測的特性是長距離 它可以偵測的距離是250公尺以上 而且呢 它的精確度是高的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把光達視為去實現更高一些 自動駕駛的必要的元件跟技術 那當然光達的體積跟成本 是主要的挑戰 因為我們過去看到一些 實驗性的自動駕駛的車子的時候 事實上光達的系統是附加在車外的 那在不管是法規面 或者在實用性上面來講 這樣用一種附加的方式去呈現 光達的這些感測器 事實上是不切實際的 那我們終於看到一個量產化的產品 第一次有看到實車去搭載光達 擋風玻璃正上方有一個突起物 巧妙的把光達的這樣的設備整合進來 另外一個這麼多的感測器 怎麼樣去實現自動駕駛 Volvo其實不像其他車廠 有一個龐大的資源 所以Volvo善用了跟其他幾個科技巨頭合作 把這些整合光達還有五個雷達 跟八個攝影機跟16個超音波感測器 協同運作 它採用的是NVIDIA的Drive系統 NVIDIA其實一直深跟面向自動駕駛領域 所開發出來的這個運算平台 其中Oring晶片 它的運算效能是有254個Tillion的運算 也就是一秒鐘可以算254兆的運算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高階的超級電腦的運算 另外NVIDIA的AI模組 再加上Oring晶片 這兩個系統加起來 根據Volvo現場所提供的資料 整體的運算效能已經達到280Tops 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運算能量 另外我們看到外觀上面 它已經是一個全電氣化的平台 所以不需要有水箱罩 車頭的造型是一體式的 但是還保留了一個廠徽 一個斜槓 那這個是一個家族的重要的視覺的特徵 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呈現出一種新世代的一個產品的氛圍 內裝的部分受惠於全電的平台 空間的運用來講 產生很大的彈性 它是一個七人座的產品 那走進EX90 你會發現它有一個高質感 非常極簡化的座倉 中控是一個大型的直立式螢幕 前方的資訊儀表板 反而變成是一個小尺寸 這個小尺寸我認為有一些必要 因為現在的前方儀表板 因為尺寸太大 經常會被這個方向盤所遮蔽 所以TESLA的選項是 變成是一個不是一個圓形的方向盤 也讓使用者留下一些見仁見智的爭議 或者是你就要變成是一個非常大型的方向盤 那盤進大的操作上面來講 似乎好像感覺起來不太便利 所以Volvo選擇在正中央 採取一個比較小的一個資訊螢幕 只顯示必要的資訊 我覺得在整體的配置上面 有非常高的整合性 而且質感非常的好 那另外車室內 它保留了Volvo長期以來的優勢 比如說Clean-Rone 它可以讓車室內 維持一個高品質的一個空氣品質 那北歐設計的質感跟風格的座倉 尤其在材質的運用上特別強調環保跟永續 那這些都是Volvo作為一個 在市場上一個很特殊的品牌定位 會做的事情 那最後我們來看到結論 今天我們來到北歐瑞典斯特哥爾摩 來見證Volvo開啟產品新業的EX90發表會 雖然EX90要一年之後才會正式進入市場 但是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些產品的走向了 Volvo在前幾年提出了幾個發展的願景 包括全電氣化 現在雖然有很多品牌都宣示 在近期之內要開始轉向全電氣化 但是Volvo是最早講 它2030年就要全電氣化 另外一個Volvo提出的安全願景是 它希望未來沒有一個人 會在Volvo的新產品上面上命 這個是一個不容易做到的一個技術願景 這次透過一些大量的感測器 以及駕駛輔助系統 想要達成這樣的目標 最後大家可能會很關注 什麼時候會上市更多的產品細節 因為都還沒有揭露 但是歐洲已經有當地的媒體 去估計EX90的價格大概會落在9萬多歐元 不到10萬歐元 這個價格大概如果對照歐洲當地的產品價格 它比RX50的價格略低 那這裡面大概就給我們一些想像空間 大概是350萬左右是有機會在台灣出現的 那這個當然對台灣消費者來講是一個好消息 那尤其在台灣呢 因為電氣化的貨物稅的補貼的關係 所以產品的策略 其實要避開奢侈稅其實是有一點麻煩的 價格要嘛就是在350萬以下 或者就要到400萬了 那當然以消費者的立場 當然會期待它是一個350萬的產品 那我們今天呢 先第一步先來看看EX90 等到產品上市進了 我們會有更多的機會來理解EX90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